專屬抽繩的藍一望無際 超級夢幻 是不少國人心中熱門旅遊勝地 去年年底前台北市長柯文哲 還特別到當地知名商店街 國際通推廣悠遊卡 拿出悠遊卡輕輕感應 十隻芒果冰到手 不用現金也不用信用卡 強調梧桐扮演能夠玩沖繩 但真的有這麼好用嗎 有民眾表示飛到沖繩前 特別加值五千元到悠遊卡 想說可以少帶一些現金 不過從國際通再到美國村 和美麗海水族館 都被用抱歉回應 甚至到超商 店員看到悠遊卡直接愣在那邊 讓他大探悠遊卡裡一毛錢都沒用 就帶回來了 到底兩千個消費熱點是在哪裡 日本的話通常是以現金為王 那即使用信用卡的話 也是JCP比較多一點 建議還是帶有悠遊卡功能的 聯名卡的信用卡去 因為這樣消費的話 還可以累積信用卡的點數紅利 柯文哲去年年底發下豪雨 民眾實際使用感受卻不同 對此悠遊卡公司回應 目前還沒推廣到當地超商 琉球目前有超過兩千個消費據點可以使用 可在官網使用範圍頁面中進入地圖模式 就會顯示適用的特約商家 也會協同琉球銀行一起對特約店家 加強教育訓練和宣達 未來民眾是否能透過悠遊卡悠遊沖繩 宣達是否成效可能還要再等上一段時間 華西新聞張曲 陳清順綜合報導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見